那你现在要去责备这些人吗 就是你自认是中国人吗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如果我在海外遇到这个事情 像我是 我算是日本通 我可以带着我老婆小孩 我相信我有办法可以离开 可是有很多人 这是网络上 我刚刚看到很多发文 因为不要点名到时候被肉搜 他说我第一次啊 要求我第一次去日本 我不知道怎么办 而且那天是他要回台湾的日子 所以后续他已经没有饭店了 然后他打电话到我们的大阪办事处 一直都没有人接 因为停止办公嘛 后来可能是一个轮子的人 转他的手机 他说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你要住哪里我有什么办法 电话挂掉了 所以他的感觉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大陆的这些被滞留的旅客 他们有自己的车 把我们的国民接走 表示说我的政府还存在啊 当我在海外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的政府在帮我 那种感谢的这种感情 是不会被磨灭的 可是我们的办事处是休息了 可是我们大使没有休息啊 他还在发文在不断的批评国民党批评过去 批评外安副同向 他没有必要 他既然还有这个心力去做这 我刚刚讲就这两点 你派专车从北侧绕过去把人接走 而且立刻跟台湾外交部 他都有观光局都有统计 现在目前至少团客你找得到吧 你说自由客你找不到 团客一定找得到嘛 现在在大阪关系机场 预计今天要回台湾的 有哪几个旅行社 什么雄狮东南 然后赶快找他的领队打电话给他 你们现在状况怎么样 OK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派车去 在哪一个第三号的上车口 我们带你去大阪新大阪 另外呢要坐船去神户 要转机的去那边围停 然后用航空去转 华航也是我们的啊 所以你外交部这个时候都做这个事情嘛 没有做 在关系机场对比两岸的处置不同 我相信有非常非常深的感受